罗志祥返台之后需要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 他本人也是回到家中闭门谢客 甚至连视频采访也不接受 当然对于罗志祥的做法 媒体也是早就预料到了 毕竟现在多说多错 还会让事情不断发酵 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和周扬经的那点事情 早就会被其他新闻给盖过去了 只不过根据台媒这些天的了解 罗志祥和他的团队丝毫没有打算 就此演齐息鼓 还已经要为付出做准备了 虽然经纪公司用不办记者会 也不做任何回应的说法来答复媒体 其实相关的工作 却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 由于在感情上 罗志祥出轨和渣男的身份已经坐实 所以经纪团队也是另辟蹊进 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洗白 据众多媒体人爆料 罗志祥团队即将在近期在网上带风向 树立其大孝子的形象 很多人都清楚罗志祥家庭条件一般 出身很辛苦 父亲早逝之后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 只不过罗志祥成名之后 的确对母亲是相当之好 他本人买了不少的房子 但是大部分都落在了母亲的名下 而且罗志祥大部分时候 都在内地参加活动进行商演 房产基本上都是由罗姆打理 而且罗志祥给母亲买房的事情 之前也是被台媒广泛报道过 这次整个团队又要重新炒作此事 树立罗志祥孝子的形象 无疑也是一种合理的手段 其次就是要大叔特殊 罗志祥有爱心 喜欢照顾小动物这件事了 因为不少的女性朋友 都对有爱心的男人 有着莫名的好感 而罗志祥也是其中之一 罗志祥早年的时候 收养过一只假的迷你猪 经过几年的成长之后 这头猪已经长到一百多斤了 而罗志祥也是收养了 很多的流浪狗 算是宠物达人了 所以说团队从孝子和有爱心 这两个角度来洗白 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即便不能彻底扭转罗志祥的人设 但是肯定会让大批的粉丝 以及路人回流 最重要的是 罗志祥不仅亲自表态 要网友们等着他 而且他本人还有很雄厚的粉丝基础 这些都是他回归的重要砝码 毕竟罗志祥的事情 还算是有可回旋的余地 一 首先罗志祥并未和朱阳青完婚 即便是劈腿 也还没有严重到无法收拾的局面 而且从朱阳青的反应上看 他也算是暂时的原谅了罗志祥 二 其次罗志祥没有被爆出 任何的负面图片和视频等等 即便大家再怎么猜测 也是无敌放矢 不会影响大局 三 最后像文章 陈思成 陈鹤这些出轨男 现如今不也都活得好好的 更何况罗志祥呢 所以说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罗志祥就会复出了 可能先会在台湾复出 然后再在内地试水 等风头过了 他就可以继续参加商业活动了 虽然人气和资源可能达不到以前的高度 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掌握好多老特 这种定义都不是 你那 が这样 觉得挺wny 这样 是实情地训练的